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土鲁饭的葡萄香又甜 看起来就是一片大海 太美了 在哈密修整一天后 我们继续出发去土鲁饭散散县 高速路边大片的风车 壮观震撼的地貌 让人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和时间的魔力 当无人机升起那一刻 我真的被震撼了 高速公路蜿蜒在犹如火星一般的地貌间 这里宛若异域星球 地貌千钩万合 颜色层次不一 时间在这里留下了足迹 经历了上亿万年的风时之后 成了如今这番模样 也有很多人说像卫星地图 看这个风车叶子 我这么长 几十米上百米 应该有差不多八十米 这个好大 对 还好这个路比较直 要是完的话感觉有点危险 因为这个太长了 这个应该是这种最大的公车叶子的 这个一个造价是不是得几千万 一个叶子应该是几百万 现在已经到一碗全了 在这个服务区休息一下 看这个拉风车叶子的大车 这个风车近距离看真的是特别特别长 在内地其实很少有人能看到这样的 这么近距离的风车叶子 这些小羊要变成羊肉串了 现在中午了吃点零食吧 这些小羊要变成羊肉串了 因为今天我也没有吃早饭 脆的时候比较好吃 刚炸出来 啃完鸡翅再喝点奶 这本来是早餐该吃的 早是我在甘肃瓜州买的 5块钱一斤 不过我感觉水分不是很足 有点干 也不是很甜 到一碗全收费占了 这边它是分段收费的 你好 我说的叫几人的是吗 两个 两个生产在吗 在 上上线的葡萄产量非常高 到上上线进来 路边随处可见大片葡萄地 当地人告诉我们 地里还有一些采摘剩下不要的葡萄 可以随便摘免费 就这样我们刚到新疆 就获得了免费的福利 非常开心 好甜呀 吐鲁番的葡萄就是甜 这边还有 哇 特别香甜的葡萄 好甜 吐鲁番的葡萄香又甜 摘完葡萄我们继续出发 先去海市盛楼晚上再去散山县城 现在我又来到了散山县的海市盛楼景区了 故地重游 上一次来还是两年前2021年的冬天12月份 当时来了就两三个游客 今天继续带大家看看这个沙漠中的海市盛楼 非常神奇的景象 现在这里游客也不算多 因为今天有点晚了 已经下午五点多了 正午的时候最强烈 这上面是一个观景台 但是我觉得好像下边视野看起来更好 就是它角度更低 这个海市盛楼更明显 这上面稍微高了 那就是库木塔格沙漠 这下面有很多这个越野车 因为来的话很多游客会在这里玩这个什么刷锅呀 这些 看茫茫的戈壁滩 那一片连着都是库木塔格沙漠 那边看起来就是一片大海一片蓝色 真的有海市盛楼 太美了 在新疆山山县库木塔格沙漠 每当晴朗的天气 在绵延不绝的沙漠戈壁滩上 人们能看到远处波光灵灵 有湖有房子有树 在沙漠中呈现一系列海市盛景 每天正午两点左右 幻象尤为强烈 在夏季更为明显 海市盛楼这一奇景 一般出现在上午11时 持续到下午6时左右消失 海市盛楼是一种光学幻景 是地球上物体反射的光 经大气折射而形成的虚像 根据物理学原理 海市盛楼是由于不同的空气层 有不同的密度 而光在不同的密度的空气中 又有着不同的折射率 海市盛楼藏在海上 沙漠中产生 很多人看海市盛楼都是在海上 沙漠中很多人都是没见过的 非常的神奇 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山山县 一定要来这个地方 它这个地方是免费的 不收门票 就在路边 过来的路况也很好 离县城大概是十几公里 非常值得 尤其是夏天 一定要大太阳的时候来 新走在茫茫的戈壁滩上 很多人来这里玩沙 玩越野 就是坐着越野车 穿越沙漠刷锅 英雄锅 还有别的锅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越野有风险 玩沙需谨慎 这有提示牌 刚刚好 要不带你们上山看日落 先不去了 我们现在在这拍照了 谢谢 在你上拍照多漂亮 谢谢大哥 好带你们去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